苗栗由果园遭到了猕猴入侵 主人放冲天炮 要赶跑这些猕猴 却不小心炸伤了手指 不但手指截肢 连左眼也失明 果园损失超过了七场 掉了满地的橘子几乎都已经烂光 这些都是被猕猴破坏的 苗栗着染的一名果农 为了要驱赶入侵的猴群 施放冲天炮却不慎炸伤自己 伤势严重 住院将近两个月才出院 杨性果农估计果园损失超过七成 也不敢再用鞭炮驱赶猕猴 除了苗栗 在南投 台东 高雄等地区 也都传出猕猴破坏农作物 甚至伤人的案件 各种贺阻办法似乎都很有限 台中大坑的猕猴专家认为 要嚇阻猴群目前效果较好的还是冲天炮 建议制作检疫定时装置施放 安全有效 台中市农业局表示 因为猕猴七地和人类生活圈有重叠 所以才会发生冲突 农民若遇到猴群入侵状况 可向农业单位求助 但如何在保育和农民生计取得平衡 相关单位应该要好好思考 记者 球指别赖斯杰 苗栗台中综合报道